來 我們右手邊這邊 來 我們看向右邊 來 一二三 耶 阿慶老師 請問你一年的伴稅 有沒有一千萬 一千萬應該是一定有啦 喔~~ 但是我的伴稅 全部交給老婆 所以你看我老婆最近就笑得很開心 老婆花花吃毒招待 阿慶 我們會一起面對 菲兒月團的菲兒先走了 那慶兒也走了 只剩下月團 見您老師 阿慶11號發片記者惠 宣布加磨新冬架 她44歲生日 模特兒老婆花花 帶女兒們錦喜現身 看似何樂融融 沒想到才時隔兩天 花花糾喘 持二級毒品被帶回禁區徵訊 阿慶聽完消息 表示開完惠才知道警方有來 目前正在了解中 惠和太太一起面對 情況未來執行長收到消息 也被嚇到 不知道怎麼回事 現在要去看新聞 可惜嫁給一個數值偏低的老公 我覺得她是智商偏低耶 豬隊友的那一種 很豬 簡單啊 有錢有房子有車子搞定 但她其實沒有很有錢 也沒有車子 然後我們現在住的房子 是用租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花花 故事是這樣的 上禮拜呢 我去幫花包姐姐買她 拍畢業紀念冊要用的衣服 沒想到呢 就在服飾店的門口呢 遇到了黑男的街坊 每次我就是這個 黑男丘比特的黑男 於是呢 我們做了一個影片 放上網路 沒想到蠻多網友來留言的 還被新聞轉發了 於是乎呢 我今天就來回覆網友們的留言 來個正面對決 原來是阿慶的老婆 沒錯 就是我在自我介紹一次 嗨大家好 我是花花 可惜嫁給一個素質偏低的老公 我覺得他是智商偏低耶 租隊友的那一種 很租 有錢有名 在廁所約會我都喜歡 廁所我不行耶 沒有 地方媽媽需要溫暖 我快熱風了 不要再給我溫暖了 謝謝 簡單啊 有錢有房子有車子搞定 但他其實沒有很有錢 也沒有車子 然後我們現在住的房子 是用租的 孩子們健康成長是最幸福的 沒錯 這麼可愛的老婆哪裡找 可能要找到這麼矮的 是不太容易 我自己也喜歡 找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 自己也結婚了兩個小孩 但我才22歲 也是全職媽媽 老公是軍人 哇22歲有兩個小孩 真的很少見耶 勇於負責任把小孩照顧好 就是一個很棒的行為 所以不管幾歲呢 都是可以成為一個好媽媽的喔 還是要培養一點獨立的條件 不然男的偷吃會很辛苦 這點我同意 我覺得 已婚的婦女啊 都是要有一點自己的經濟的條件 像我自己從高中開始就一直在打工 然後有自己的存款跟收入 這樣子對你比較有保障 不會一直被夫家 或者老公那邊綁住 讓你沒辦法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原來是解散樂團的邊緣人的老婆 樂團沒有解散啦 但是我本來真的還蠻邊緣的 這我承認 前女友是菲兒被迫退團 前段是正確的 後段我覺得不太正確 我想講一下 被迫退團這件事情 比喻好了 今天小花 如果她去一個公司應徵 應徵上了 她跟那個公司簽約了三年 那她的同事呢 小草跟小樹 就不可能會把她 踢除這個公司啊 第一 這不是她們同事的權限 第二呢 她們有簽約 所以不管她要留下來 要離開 都是應該是招合約 這樣大家有理解 我想表達的嗎 整容 嗯 我不否認我有整容 我整容的目的 大概就是影響到 我的生活 我才會想要去做手術 這個我可以之後再拍一集 再跟大家分享 我做過的手術 很像郭靖 真的嗎 很榮幸耶 等下一個天亮 為什麼我是音癡 我會想要去做手術